你们两现在会不会都觉得 父母的身份已经超越 你们是歌手的身份 我们俩好像从来没觉得 自己是个异议人 真的吗 真的 这点也是 我们建立友谊的基础 你们连出门都不会觉得 别人在看你啊或什么的 我已经没有了 我现在就去菜市街买菜啊 你都不戴口罩是吗 完全不用 然后有人会认出你来吧 当然我经常跟菜市街的那个 商贩就讨价还价 要求合照呢 什么啊 当然合 不管你当时的状况是什么吗 没关系啊 就开你开开美人就好了 开美人就好了 建成艺人哪还要化妆啊 觉得你已经是非常放松的人 艺人只是就是说是个身份 其实也是工作嘛 你工作下来也是正常人 对 但是我受不了一件事情 就是拍完照把我认错人 什么东西 他曾经是号称像 陈冠希的人吗 低配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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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 所以这件事有让你不高兴吗 没有没有没有 当然很高兴 他很高兴 很高兴 高兴到我以至于后来 我都不自觉地模仿他 不自觉地我唱歌一开始 记得呢 今年的小片 晃晃万物 小年陪伴 每周二代优酷 不见不散